31日曾志伟 郑家云 邓翠文等出席某品牌颁奖礼 近来曾志伟辞职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职务 黄秋生在Facebook上替他喊冤 引得不少人猜测他辞职是受人陷害 误以为他与导演会会长尔东生闹翻 今日曾志伟特意澄清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跟尔东生认识了快40年了 那么久 没有40年 30多年了 这么久的朋友 那么久的兄弟 不会为一些小事情而反目的 大家能够出来讨论的都是好朋友 才能够这样子 最近曾志伟前妻宝妈接受访问时表示 曾志伟对朋友两肋插刀 忽略家庭 哭诉做曾志伟的女人好苦 曾志伟表示 自己已经收到女儿曾宝宜的解释电话 只是周刊一个放大的说法 对啊 后来他也打给我 他说他不晓得这个访问 以为是一个 他出示一个待人人 是讲一些他自己的事情 偶尔讲讲这个 没想到其中一句话就成为标题 都是这样子 我说有什么关系 我上海都喜欢这样子 因电视剧的热播 而在内地翻红的郑嘉颖 升布以后将减少电视剧产量 把重心放在唱片上 那其实我一路下半年来说 我一路都要看剧本 那也刚好我没有看到一些很有兴趣的剧本 那其实我心里想 我因为去年前年都拍了蛮多了 那我以后我会比较减量吧 香港电视申请电视牌照失败后 老板王维基仍然努力争取 被邓翠文赞傻得可爱跟祝福他能够成功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